2006年 晋东因饰演了闯关东中的归田一郎 而让观众记住了他 但直到9年之后 他才凭借着伪装者中的名楼大火 在剧中身材高大 长相周正的晋东 穿着合体的西装看上去特别有型 整个人散发着令人惊艳的魅力 自那以后 晋东就经常出演这样成功多金的男士 他潇洒帅气的样子迷倒了无数粉丝 喜欢他的观众有时也会好奇 晋东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 鲜少对外谈及自己私生活的他 又有着怎样的感情故事呢 一 虽然晋东成功塑造了很多非富即贵的成功人士 但他本人其实成长于一个极为普通的家庭 晋东是山东济南人 出生在金香县城 家中有三个孩子 他排名老二 而且唯一的男孩 儿女双全温馨热闹的家庭是让人羡慕的 然而他们的五口之家的幸福日子却非常短暂 随着父母的离异 晋东被父亲送到了爷爷家里 虽然晋东天生顽皮 但他也不是无所顾忌 对于儿时的他来说 爷爷的话非常有力量 为了让晋东懂规矩 有文化 爷爷经常陪着他背三字经 看他练毛笔字 而正如伪装者中的明楼一样 晋东也非常尊重自己的大姐 大姐对晋东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可以说爷爷和大姐是对晋东影响很大的两个人 每个人似乎都有过迷茫期 晋东也不例外 在18、9岁的时候 晋东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要做什么 那段时间他去酒吧做过服务生 也做过助唱歌手 虽然一晚上唱四首歌 只有8块钱的收入 但因为实在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 所以他也只能继续唱下去 不过人生的奇妙之处就在于 他充满了转机 就在晋东想要改行的时候 一位朋友建议他说 你的形象这么好 没想过去做演员吗 朋友的一句话 让晋东对演员这个行业产生了兴趣 他也由此开始了跑龙套的生涯 1998年 晋东在某个剧组遇到了演员月红 在这位前辈的建议下 他萌生了考专业院校的想法 二 让晋东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去中戏报名的时候 却被告知他的年龄超了一岁 按照规定他没有报考资格 年轻气盛的晋东本想转身就走 但是理智告诉他应该再争取一下 最终在晋东的软膜硬炮之下 老师给了他一次考试的机会 而晋东也没有浪费这次机会 他顺利地被中戏录取了 或许得来不易才会更加懂得珍惜 那几年 晋东非常努力地吸收各种专业知识 他会去国外剧团观摩学习 也会去百老会看舞台剧开拓演戒 但走红这事儿靠的不光是实力和努力 有时候还要靠一点运气 从中戏毕业之后 晋东也算是戏约不断 2004年 他还凭借着电影处女作《秋雨》 获得了华表奖优秀新人奖提名 但长相帅气 戏又好的他 却迟迟没有被观众记住 直到2006年 晋东在年代大剧《闯关东》中 饰演了归田一郎这个角色 观众似乎才对这张脸有了点印象 2009年 县礼剧特殊争夺的播出 让晋东获得了史上最帅地下党的赞誉 但赞誉虽然是有了 人气却还是一如既往 毕业12年之后 晋东才终于因为成功塑造了伪装者中的名楼 而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春天 自那以后 晋东成了无数观众心中的男神 他的感情生活也开始受到了外界的关注 虽然晋东对自己的私生活保护得非常不错 但自从他走红以来 那些过往的感情绯闻也都被挖了出来 3.2022年初 电视剧《人世间》成了观众最喜欢的催泪大戏 在剧中 饰演好红梅的演员 是毕业于中系的女演员隋俊波 曾有爆料称 晋东与隋俊波有过一段校园恋情 两人在毕业后很快就分手了 但这则传闻并没有实锤 晋东和隋俊波也都没有回应过 而在入行之后 晋东又和江山传出了绯闻 2006年 两人合作拍摄了一部名为《悲情母子》的电视剧 其实晋东和江山曾在《女行警之黑色魔方》中有过合作 所以这次两人搭戏之间没有任何距离感 在闲聊中 他们惊奇地发现彼此是同一天生日 这更让两个人感到了缘分的奇妙 那段时间戏外江山是晋东的前辈 剧里晋东演江山的儿子 在电视剧宣传阶段 他们还一起上过几次节目 也许是晋东和江山之间的互动太自然 外界渐渐地传出了两人音隙生情的绯闻 其实江山不仅大晋东9岁 而且他之前还有过一段婚姻 1995年江山与高曙光在拍戏的时候相识 随后产生了感情的两人步入了婚姻 并且还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不过这段感情却只维持了6年 江山和高曙光就分道扬镳了 认识晋东那年 江山已经近40岁了 他的女儿都已经上小学了 网传晋东和江山谈了5年的恋爱 但就是因为江山的女儿反对两人在一起 他们这段感情才最终以分手告终 不过关于这段绯闻 晋东和江山同样没有回应过 2018年 两人还在参加某个活动时碰过面 从照片看来 他们表现得很自然 彼时晋东不但已经走红 并且身边也有了一名贤惠的妻子 有意思的是 这一次他爱上的也是位有过婚史的女演员 4.2010年 晋东因参演《青春不言败》而结识了李佳 在这部剧中 他们分别饰演男女主角 当时的李佳虽然知名度不高 但却已经在2003年因电影《暖》捧回了东京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的奖杯 这足以证明他也是一位有实力的演员 但就在事业的上升期 李佳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那就是停掉所有的工作 走入婚姻 做一个全职太太 然而想象是美好的 现实却是残酷的 结了婚之后 李佳才发现 全职太太的生活并不适合自己 丈夫每天忙于工作 自己却整日无所事事 实在是浪费生命 于是他便又开始了接拍一些影视剧 对于他这种做法 李佳的丈夫并不支持 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回到娱乐圈 就这样 李佳和丈夫开始出现小摩擦 由于谁都不肯让步 两人之间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严重 所以在磕磕绊绊过了几年之后 李佳和丈夫最终还是用离婚 为这段感情画上了一个句号 对于真心付出过的人来说 结束一段感情必然是痛苦的过程 在拍摄《青春不言拜》期间 李佳寄情于工作 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研究剧本上 而李佳这样认真的态度 让同样敬业的晋东 对他生出了一些好感 两个人也经常讨论一下专业话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 晋东和李佳的谈话内容 从专业讨论变成了日常闲聊 聊着聊着 他们就从合作关系变成了情侣关系 五 或许是因为自己就成长于一个离异家庭 所以李佳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这事 在晋东看来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要知道 那一年晋东已经34岁了 他对于另一半的要求 不再是一些外在的条件 反而更是在乎两个人是否是真的 志同道合 两情相悦 在确定了李佳就是自己想要找的那个人时 他根本不在乎外界的眼光 晋东的家人在这方面也表现得十分开通 李佳初次登门拜访 就与他们相处得非常愉快 事实证明 晋东遇到了对的人 恋爱一年多之后 他与李佳携手步入婚姻 婚后 两人开始一起在影视圈中奋斗 虽然他们都非常的努力低调 但身在娱乐圈还是会被一些绯闻缠身 因为李佳曾有过一段婚姻 外界便传出了 他是因为晋东才离婚的流言蜚语 对此晋东和李佳态度一致 他们认为自己问心无愧 也无需对外界解释太多 而这自然也不会影响到两个人的感情 很快 晋东和李佳迎来了上天送给他们的礼物 2014年 李佳经过十月怀胎生下了可爱的大儿子 从此他开始了放下事业回归家庭 每天把照顾孩子当成最重要的事 儿子的降生似乎也给晋东带来了好运 这一年之后 他就凭借伪装者而走红 2017年 李佳又生下了他与晋东的第二个儿子 要照顾两个精力充沛的男孩 对任何一位母亲来说都是一个考验 想胜任这项工作可需要强大的毅力和耐力 但晋东却说李佳是一位特别伟大的母亲 她对孩子的用心程度简直让我惊叹 她可以从头到尾不离孩子半步 所有事情都能做到细枝入微 晋东钦佩妻子 就非常懂得心疼和感恩 她虽然自称不是个会制造浪漫的人 但为了博李佳一笑 还是会记住每一个节日和纪念日 准时送上一束精心准备的花束和祝福 知道李佳喜欢摄影 喜欢给孩子拍照 晋东就会特别留意最新的摄影器材 然后悄悄买回家给妻子个惊喜 6.看着丈夫如此体谅自己 李佳心里也是满满的幸福感 她经常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日常中的美好瞬间 在李佳生日那天 她将自己收到的花束拍照留念 并十分深情地发文称 谢谢你 在晋东生日当天 李佳在社交平台祝福丈夫称 虽然已经是不惑之年 但也希望你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虽然已很久 但你也会继续被关爱 而在前不久 李佳又晒出了自己带着两个儿子外出的照片 在那则动态中 她十分欣慰地说 你总是让人惊喜连连 陪着你和弟弟一起慢慢成长 是我们最幸福 最美好的事情 看得出来 晋东和李佳虽然不会高调秀恩爱 但他们的日子都是实实在在地温馨 对于两个孩子来说 父亲给了他们如山一般的安全感 母亲给了他们如海一般的呵护 这是多么幸福的童年 而对于晋东和李佳来说 两个孩子的到来 也让他们夫妻变得更加紧密了 如今 晋东和李佳已经携手走过了十年的光景 这十年 晋东从默默无闻到大红大紫 从孤家寡人到妻儿相伴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晋东和李佳会继续携手维护好自己的小家 其实 人生在世最幸福的是 莫过于和一个相爱的人共住一个温馨有爱的家 有了家这个港湾 那些努力和拼搏才有意义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